大陸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刘洁一 正部级官员 同时也是全国人大代表 他在两会部长通道上 再谈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刘洁一指出 大陆希望与台湾各政党人士 进行民主协商 对于韩国瑜到大陆参访 离开前刘洁一不忘说一句 欢迎他过来 韩国瑜参访的四个南方城市 都是经济高速发展的港口城市 香港和广东的人大代表认为 两岸城市交流 有益经济合作 台湾的水果很好 所以可以多来 多来香港 我们欢迎他过来 我们内地和香港 澳门的这种共融的发展 他们会有更多机会 2018年深圳GDP 首次超过香港 突破2.4万亿 跻身亚洲前五名 深圳模式从传统产业 升级为信息科技之都 腾讯和华为总部都设在深圳 今年两会大陆总理工作报告 三分之二都围绕着经济与民生 韩国瑜拼经济 喊出政治零分 经济一百分 显见经济繁荣 是两岸共同愿望 以上是记者 陈正茂金属青 我们在北京的采访报道